新车上线 骑士探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饼干探店 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一款女神非常喜欢的车 这款车对于颜值党来说没有人能够拒绝它 它就是欧拉好猫 这款车我觉得尤其是对于这种只要好看我就买的女生来说 不管是它的外观还是内饰都非常的抓人心 在前不久2023款的欧拉好猫也是正式上市了 它的指导价区间是12.98万元到16.58万元之间 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到了它的4S店里面来探店一下这款车 看看这款车跟它的老款相比到底区别在哪里 好我们来到店内 首先来看一下新款车型的外观啊 其实跟它22款 外观上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依然采用的是非常复古 非常像保时捷的设计啊那毕竟也是从保时捷过来的设计师嘛 整个外观呢尤其是它这两个圆润的大灯组非常的具有复古的气息 那同时它的整个车头是非常的低趴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非常倾斜度非常大的线条 对于女性驾驶者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 OK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侧面 好来到它的整个侧面啊 依然跟老款一样采用的是非常紧凑 然后非常短小的一个两线车的造型呢 那大家也能看到虽然说它整个车身非常短小啊 它的车上仅仅只有4235毫米 但是呢它把它的轴距拉得非常的开啊 轴距呢可以拉到2650毫米 那它的内部空间呢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保障 那除此之外能够看到它的一个轮毂 采用的是一个18英寸的一个花瓣式的轮毂啊 那当然这个轮毂造型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可以做的再好看一点 好来到它的尾部啊 其实这款车大家其实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是如果说我在看到这台车之前 我只看它的前脸让我去想象它的尾部的话 其实在我的想象中 它应该是会跟前脸有一个非常呼应的一个圆形的大灯组 但是它并没有啊 它这次呢是把它的尾灯组呢 潜入到了它的后窗这里 做成了一个隐形的一个尾灯组啊 这样的话整个后尾部呢 大家能看到非常的具有辨识度啊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欧拉的车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扰溜板也是有配备到的 然后整个车尾的这个层次感啊 圆润度 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结构感 我觉得都是非常漂亮的 OK好来到它的内饰啊 那我觉得它的整个内饰一定是非常符合复古这两个字的 首先我们肉眼可见的一个大面积的配色就能看出来啊 采用的是棕色以及米色的这样一个配色 然后呢它的整个材质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皮质 而且它的这个皮质是我觉得有点像家具上面的那种科技布的一个材质 那这样的一个材质我觉得并不像传统的皮质那样具有现代的味道 同时呢又不像帆毛皮那么的性能 所以说这样的皮质放在它的这台车上我觉得反而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除此之外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整个车的这个设计语言 首先就是一个双联屏 那当然我觉得这一块双联屏算是它整个车内饰里面最不复古的地方 因为如果说是要走极致复古的路线的话 我觉得像它闪电猫上面的那个三炮筒式的仪表盘是非常的复古的 那个当时在车展上看到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那它这块仪表盘呢是一个7英寸 那同时在它的旁边呢还搭载了一个10.25英寸的一个中控显示屏幕 这次呢它的新款也是增加了它的手机映射功能 像它的carplay以及high card等等这些功能其实都是支持到的 然后呢像一些在线视频 然后抖音短视频都是支持在线刷的 然后包括它的整个响应速度我觉得还不错啊 对于女生来讲呢 这样的一个使用功能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完全是足够了的 然后再来说到它的一个配置方面的问题 那这款车呢它是有一个L2级别的驾驶辅助系统 然后它搭载的是一个欧拉Pilot的一个辅助系统 级别是达到了L2级别 那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啊 如果说女生要去开车 我觉得除了外观以及内饰的精致好看程度之外 第二点就是它能够带给我们的安全感 那当然它的安全配置以及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我觉得都是非常能够带给女生在行驶中安全感的一个配置 那除了它的低配车型呢搭载的是一个定速巡航 从它的次低配到它的顶配呢 全部都有配备到一个ACC的自适应巡航 这个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友好的 除此之外呢再说一个它的一个小变化吧 那之前呢它的这个换挡机构 大家都知道在它的中共扶手箱这里是一个旋钮式的换挡 那这一次新款呢也算是它内饰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把这个旋钮式的换挡改成了一个怀挡的这样一个换挡机构 那这样呢就省下了它中共这里的空间 然后同时也让整个驾驶的时候更加的方便 然后再看到我们中央区域啊 首先就是一个贯穿式的公交出风口 然后下方这里是我在这个车内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就是它非常精致的这样一个镀隔的一个控制按键 你们看到这个是控制它空调的 非常的精致啊 那如果说有些女生它会做美甲长指甲 那像我们市面上大部分车来讲的话 物理按键很容易误触 尤其是在行驶过程中盲操的话 那像这样一个非常精致的这样一个拨片的一个按键 对于长指甲的女生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我觉得这一点它也是考虑到了女性用户的一个需求 然后下方再往下走可以看到有一个USB 以及新增了一个Type-C的接口 除此之外12伏的充电机口也是有配备到了的 然后两个背架呢依然是放在这里 然后再来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旋钮式的换挡机构原本的位置啊 这次呢它是把它改成了一个手机的50瓦的无线充电 那这样的话也是给主驾驶的手机有了一个收纳位 现在这个已经冲上了 OK然后再来看一下它扶手箱这里的一个储物空间吧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储物空间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它的开口度其实挺小的 当然这个可能也是局限于它整个车型的定位 毕竟它就是一个小车嘛 但是这个车好处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近身非常的深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觉得如果是正常大小的这个矿泉水 稍微斜着一点都是可以直接树立在里面的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它座椅以及它的这个空间方面 首先再说一下我的一个身高数据 我身高1米7 然后呢体重不停的在120左右之间徘徊 那这样一个体型在女生中间 我觉得已经算是一个非常高壮的女生了啊 那么我坐在它的驾驶室呢 首先它的整个座椅给我的感觉就是填充物非常的厚实 并且它的整个填充物是偏柔软的那一类型 然后它的这个座椅的一个皮质 我觉得也是非常舒服 然后它在肩部的位置呢 也是给到了一个这样 灵格的一个皮质形状的一个纹理啊 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能够增加车内的颜值吧 那再来说一个它这款车的对我来讲的一个小缺点吧 就是它的这个座椅长度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有一点短的 因为像我1米7的腿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有这么四只左右是没有乘托在椅子上的 那当然了很多女生她的身材都是偏娇小的嘛 那有可能呢确实是我个子的问题啊 如果说是一个更娇小的女生坐在这里 可能这个座椅位置就是刚刚好的 然后来到它的顶部 头顶呢空间非常的大 两圈还有很大的荣鱼 然后包括它的整个座椅也能往下调节很多 这样对于整个驾驶来说的话 我觉得也是比较舒服的 OK然后呢再来说到整个座椅配置啊 那我坐这辆车呢 它在主驾驶加热通风 然后都是有搭载的 包括也是有一个电子的调节 OK那前排呢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依然把它调成1米7的正常驾驶坐姿 然后我们再去后排看一下 OK来到第二排啊 然后第二排的空间可以算得上 是给我一个惊喜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啊 一个车长只有4米2左右的这个小车 整个后排的空间表现可以做到这样 我觉得还是比较出色的 那它的轴距呢2650 能够看到它在腿部空间位置呢 还是预留了三圈多一些的 然后呢顶部呢 即使受它这个车身形状的影响 也依然有一指的头部空间 那这样的话即使做一个更高的男生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座椅跟前排相比起来啊 其实填充物我觉得大差不差 区别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它的坐垫长度 依然是承托不了我的整个腿的 然后除此之外 它的整个坐姿 大家也能看到 它的因为它的坐垫是有一些上翘的 所以我说我坐在这里呢 还是有一些往后仰的 整个坐姿 我觉得坐起来也还是不错 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 后背的这个轻角能够再坐大一点 坐姿更加舒展的话 我觉得对于后排乘客的体验会更好 然后再说到它后排的一个配置方面吧 首先它的后排并没有配备到 一个后排的空调出风口 那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减分项啊 下面呢也是有一个USB的充电口 这个还不错 然后呢基于它是一个轻能源车嘛 所以说它的整个地台高度啊 并不高 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高度 差不多只有2到3厘米的一个高度 如果说是有应急需要的话 这个位置还可以 但是长途行驶 这里一定是要比旁边委屈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款车它的上方 也是没有配备到任何的天窗啊 或者是天幕啊 那对于后排乘客的这个视野开阔性 其实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它第二排 大家能够看到啊 它并没有配备到一个中间的 这样一个扶手区域 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水被架 那同时它门板这里的位置呢 我觉得并不算很大 所以说如果有特别大瓶的奶茶 饮料要有地方放的话呢 可能对于后排乘客来讲 这是一个比较苦恼的地方 那当然瑕不掩瑜 对于这么小一个尺寸的车来讲 后排的空间能够做到这么大 我觉得确实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了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它的后备箱的装载空间怎么样 好 然后我们来到它的 后备箱空间方面啊 首先呢没有电尾门啊 然后是一个手动的尾门 然后打开之后会发现 它的近身并不是 那是因为毕竟车长在限制着 它尽量的拉伸了第二排的空间的话 就一定会压缩到这个后备箱的空间 但是好处是它整个的归整度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方正的一个巨型 然后它在下方呢也是有一个隔板 然后呢一些 比如说需要用到的三脚架的一些收纳格 都是有配备到的 那这个对于有收纳屁的女孩来说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然后除此之外 它在这个车辆的后座放倒之后 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拓展空间的 那当然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我觉得就是它这个并没有做成一个纯平的地台 那这个其实对于拓展空间而言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OK 然后再说一个它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的整个的地台高度 大家能够发现离地面非常的远啊 如果说是女孩子自己一个人要搬重物的话 这个地台高度对它来讲 我觉得是有一点不友好的 但整体来说 如果对于单身女生来说的话 这样的一个承载能力 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 OK 然后呢再来简单说到 这台车的一个动力方面啊 然后这款车呢 全系统搭载的是一个 前置单电机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05千瓦 风吹扭矩210牛米 那虽然说对于新能源车 它的动力并不算非常的出色啊 但是对于女性用户来说 动力呢并不是他们选择一台车 一个必要考虑的原因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动力 对于城市代步的女性来说 也是完全足够了的 那再来说到这个新款车型 跟老款车型的一个区别 那这一次上新的2023款 相比于老款呢 大家也能够看到 在它的内部呢 手机无线充电的区域 以及它的电子换挡的曲构等等 这一些改变都是大家肉眼能够看到的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升级了一个V2L的 一个对外放电功能 除此之外 它全系都采用到了一个 新能源车型上面专用到的 一个米其林的性能轮胎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迎合用户需求的 那当然像之前 我看网上很多人反映过 关于它的空调滤芯问题啊 然后这一次呢 它也是进行了一个升级 加入了一个空调滤芯的一个进化系统 OK呢 再来说到一个续航方面的问题吧 毕竟买新能源车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续航焦虑的 那这款车它是分为一个401公里 以及501公里 两种续航版本可选 电池组的选择呢 可以选择三元锂电池 以及磷酸铁锂电池 所以说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 两款电池相同车型的售价是相同的 那目前呢 这款车是一个已经上市的状态 它的指导价是12.98万元到16.58万元 那在价格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的同时啊 还升级到了这么多的一些功能 我觉得它这一次的改款还是比较有诚意的 那当然对于大部分都是颜值党的女生来说 这台车对于女生的吸引力 我觉得依然非常的大